春雨丰沛,阳光也适时露脸普照大地 光复乡的泰巴朗建筍产区 因为今年的春雨丰沛 再加上太阳适度露脸普照大地 现在已经有部分建筍农已经开采贩卖 而县福以乡公所还有地方农会 携手合作 针对三月份限定的建筍农产 规划了一系列的产销活动 协助部落农民行销推广 迎接三月份限定的泰巴朗部落建筍农产 从县政府光复乡公所到产区农会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确立促销部落的特色农产 泰巴朗建筍产又出来了 大家都来期待这个地方上最重要 最稀少的产业是泰巴朗建筍 然后泰巴朗是我们地方的中大的产业 所以二十几年来都有农会来主导 所以办了有声有色 然后从民国九十八年开始 公所跟农会都合办了 所以每年大概会编三四五万来 预注我们这个活动 不管大餐也好 行销也好 因为这是地方的重要事情 公所又反顾了 要来帮忙 不仅有相公所经费支持 官方地区农会在县政府的经费预注下 从产季期间推动建筍享宴大餐 柴笋体验到进军都会区展售推广 免费租借帐篷给农民在产区设摊翻售 到福岛建筍农友友善生产补助申办 以及产季中后期的收购加工等等 规划一系列的产销活动 协助部落农民推广建筍农产 建筍是我们在地的有机无骨的产业职理 也是我们农民的产物之保护 我们建筍会是我们光幕厢的特色产业 因为它的产期很短 而且产量都集中在一个时间 所以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保护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机会 我希望我们媒体技术 也就是我们各位能够把我们为我们宣传 我们光光地区的特色产业 建筍的 然后的鼓励我们的农民 来增加我们的收入 今年的春天阳光与水都刚刚好 滋养土里的建筍 现在已经开始冒出头来 虽然已经有部分农民开始采集贩售 但部落农民笑着说 现在还是猴子山猪等野生动物抢着品尝 预计从3月中旬开始 建筍就会进入量产 届时消费大众也可以品尝天然健康又美味的建筍农产了 记者时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检祷 4 好